让我们来看一下大潮这个题目 先听它吧 这边画两个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 那刚刚讲那个引潮力算出来的结果 因为受到R三次帆的影响 所以真正算出来了结果月亮 它的引潮力是太阳的二点多倍 所以你可以发现呢 我这里的箭头的长度不一样 月亮这个橘色的比较长 太阳的比较短 那么离月球最接近B点还有A点 你可以看到我橘色的箭头很搭 然后离太阳最接近该位置 箭头就短短的 但是引潮力叫做怎样 A点的红色跟橘色方向一样可以加在一起吧 而我B点的红色跟橘色方向一样也可以加在一起吧 所以呢等于就现阶段这一天叫做望月的图 这一张望月的图 我的太阳跟月球引潮力加在一起 所以水位呢是比只有月球的影响来得更大的高水位 那你说这里的水位低呢 往地心的方向两个引潮力又加在一块 就比原本一般的低来得更低了 所以我这里写AB满潮 那西株干潮都跟刚才的意义一样 只是你可以发现我这里写的怎么了 太阳是红色的 月亮是橘色的 两个的长度加在一起 可能就可以到那么大的引潮力了 所以我才写合力的状况 所以呢这个加成不是成哦 是加在一起A加B的力量 应该讲F太阳加F月亮的力量 加在一起才造就它的子更大 引潮力的子更大水位长更高 引潮力的子好小 小到呢一直往地心 水位就比平常来得更低 所以高很高低很低 潮叉就很大 所以呢才会说 这个叫做方向一样 潮叉很大大潮 如果是那个上下旋月 方向就刚好垂直 整个呢高不高低不低 水位变化最小就是小潮 那其他如果你改天有问题 反正到时候呢 断考前两堂 讨论的时候你再问我吧 自己下课去再会